我攻略的女主,似乎意识到了我攻略失败就会死 于是,她开始花天酒地,流转于几个富家子地之间 只为让我的努力,复之东流 我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把一切都捧到她面前 她却想让我死 可她不知道的是,我可以随时更换攻略对象 沈家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 礼物转账招收,微信电话却不回 我去女生寝室楼下站了一天 得到的,却只是她设有怜悯的眼神 沈家出去玩了,你等不到她的 可她出去玩了,怎么会不告诉我呢 自从我们恋爱过后,她就不再高了 发生什么事情都会跟我分享 难道她出什么意外了 顾不得许多,我连忙用积分兑换了得知沈家位置的一次性金手指 第一,宿主兑换成功 沈家现在正在金玉会所8号包厢 这个会所我知道,创业初期为了挤进上流社会的小圈子 我在这家会所喝到差点未出血 而沈家一向厌恶这种场合 有一次,我醉到神志不清后 老板用我的手机给她打去了电话 她来了,但把手提包重重扔在了我身上 顾明,我警告你 再来这种场合喝成这样,我就跟你分手 听了她的话 再难受,我也强撑着清醒过来 向她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之后我都是一个人在包厢里挺过胃疼 实在挺不住,就拜托老板找个服务员送我去医院挂水 出于担心,我连忙开车到了金玉会所 如今我和老板也算熟人 见到我不乏匆匆地进门 她叹了一口气 找你女朋友来了 哎,今天是霍少和那群顽固开party 你可别把我场子砸了 我心中一沉,来不及思索她话中的意思 大步走到了包厢门口 大力一推 沈家人游货起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 娇笑着跟她挑情 群魔乱舞的派对 因为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暂停了一瞬间 众人的目光都落到了我身上 哟,这不是咱们,哎,是清流顾总吗 怎么历临我们这些纹固的聚会了 霍奇冲我挑衅一笑 搂紧了沈家 而沈家看向我的眼神 完全没了刚才看霍奇的娇俏 冷漠的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深吸一口气才能稳住身形 看着他们亲密的行为 我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其他纹固眼神嘲讽 但不敢出言讽刺 毕竟我如今的事业在A市如日升天 早已不是当初处处碰壁的那个穷小子 可我却感觉比那时更难堪 被我骄养的沈家 居然会出轨一个处处不如我的顽固 这无疑是在 把我的自尊放在霍明的脚底狠狠碾压 强行忽略了那些充满嘲弄的眼神 我朝沈家伸出了手 沈家 跟我走 他玩了玩精心护理的卷发 仰头喝下了霍奇手边的酒 沈家这番动作 看得霍奇眼热 拿开酒杯就稳了上去 我感到一阵窒息 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 维持着最后的体面 我转身离开了包厢 夜晚 沈家醉醺醺的回了我们的小家 注视着那张依旧美丽动人的脸 我心口一阵一阵的疼 明明我们已经相处了十年 但今天我才知道 我根本不了解他 哪怕他对我没有感情 我们也是最重要的家人了 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在客厅哭作了一整夜 我才敲了敲系统 查询沈家好感度 第一 沈家好感度90% 任务进程90% 就差和沈家结婚 就能彻底完成任务了呢 加油宿主 明明已经是恋人的好感度 他怎么会出轨呢 我想不通 但只差一个婚礼 无论如何 我都要跟他结婚 不然任务失败 我只有死路一条 至于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只觉得恶心 打定主意后 我迅速联系律师 你好结婚协议 沈家从宿醉中醒来后 摆在他面前 就是价值1000万的合同 他却只看了一眼 就冷冷地盯着我 这就是你求婚的态度 我按了按 因为熬夜而发胀的太阳穴 想装热情也装不起来 看我脸色差到不行 沈家眼里闪过一丝心疼 走到我身后给我按摩 原本我们有很多 这样温馨的时光 他还特意为我学了按摩 但现在他触碰我 我却一阵恶寒 沈家放缓了语气 说出的话 却让人愤怒 我和霍琪那样 你还要跟我结婚 曾经我心疼他是孤儿 无论他怎么试探 我的底线 我也一遍又一遍地表示 无论如何 我都会坚定不移地喜欢他 可他怎么能这么 肆无忌惮地践踏我对他的心意 强行压制住心中的怒火 我音邦邦回了声 是 他轻笑一声 拿过根本没仔细看的协议 签上了名字 我收起了结婚协议 他却直接离开了 这件事过后 他再也没有回过家 明明答应了和我结婚 他却变本加厉地 跟那群富家子弟私混 让我成了A是最大的笑话 我已经不在乎他的所作所为 全心全意地布置我们的婚礼 婚礼前夜 我是从一个蠢货的床上 把他好出来的 沈家满不在乎地 胡乱裹上被单 朝我张开胳膊 我不乏一言 为避免节外生枝 把他抱起来 沈家勾着我的脖子 不再装疯卖傻 眼神渐渐清明 顾明 即使这样 你也要跟我结婚 我强忍着胃力的翻涌 从鼻腔中挤出一个恩 深夜 我洗了无数次手 对着镜子告诫自己 忍过去就好了 就差这一步 婚礼当天 沈家被打扮得明媚动人 看到我 他抿唇一笑 模样像极了当初单纯善良的他 可只有我知道 我们回不去了 但为了稳住沈家 我还微笑着夸赞他 今天你真美 我豪至几百万布置的场景 分外浪漫 但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一场无比可笑的婚礼 沈家笑颜如花 我笑容勉强 等那牧师询问起老旧又漫长的誓言后 我心中的闲崩到了极致 不停打量着沈家的脸色 虽然他仍是笑盈盈的模样 但我却心中隐隐有不好的预感 但出乎我的预料 他点了点头 我愿意 他不愿意 蓝声响起 霍企从场外大步走进来 为了避免意外 这帮富家子弟 我都吩咐保镖拦在了场外 怎么会出意外 来不及思索 我直接拉住了沈家的手 语气中充满恳求 佳佳 你是愿意跟我结婚的对吗 看着我急切的脸庞 他笑容渐渐变淡 我握住他手的力道 不禁变大 呼吸都变得困难 说愿意啊 为什么不说呢 霍企仍旧嚣张 上前搂住了沈家的腰 顾明 舔到你这种程度 也是真是搞笑 你知道吗 沈家宁愿当我的玩具 也不愿意做你的新娘 沈家却没有反驳 直直地盯着我 路火直上天灵盖 我愤怒到了极致 指着霍企道 沈家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这么的草包 你到底喜欢他哪点 他都这侮辱你了 你都不愿意跟我结婚 沈家只静静地看着我 半赏点了点头 我浑身的力气 瞬间被抽干 看着他头也不回地 跟霍企离开 为什么 明明说好了跟我结婚 到最后关头却又反悔 我彻底心如死灰 用心声询问系统 我还有多少时间 第一 宿主还有十天时间 十天时间 我上哪里找一个女人结婚 并且把她的好感度 刷到九十以上 死亡已经是我必然的结局 就在我绝望之际 一个轻柔 却坚定的女生响起 她不愿意 我愿意 我愣愣地望过去 看到了那位美艳绝伦的苏大小姐 一步一步向我走来 苏家是A市第一大家族 而这位苏大小姐 更是传说中的人物 而现在 这位神坛上的 美人说她愿意嫁给我 第一 宿主 是否愿意更换攻略对象 我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每一个对我好感超过三十的女人出现 系统都会这么播报 难道说 她对我已经有了超越友谊的好感 下一秒 我就点了点头 我愿意 看到她嘴角浮现的笑意 我才意识到我说出了声 连忙把下面的更换攻略对象吞了回去 在场的重兵客哗然 原本他们已经看够了热闹 比喻我这个舔狗 到了极点 结果下一瞬间 他们都高攀不上的女神 甘愿在不是为她准备的仪式上嫁给我 注意到神父都在愣神 苏乔轻轻咳了两声 现在 我可以和我的新郎交换戒指了吗 在神父点头后 他毫不嫌弃地 捡起被沈家丢弃的戒指盒 为我戴上了婚戒 我顿时耳根都红了 也牵过他的手 为他戴上了另一支婚戒 但那不是他的尺寸 有些空落落的 他却并不在意 点起脚尖 在我嘴角留下了一个一触即分的吻 那一刻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如果可以 我要爱他一辈子 第一 攻略对象更换成功 苏乔好感度为百分之百 破釜沉舟更换了攻略对象后 我已经做好了 十天内 攻略不成功得赴死的准备 但万万没想到 他对我的好感 居然是百分之百 系统嘈杂的庆祝声 我一点也听不到 对这个世界的感受 只剩下了眼前人 我忍不住上前 紧紧抱住了他 婚礼结束过后 我感觉还在梦里 苏乔上了我的车 我却不知道该吩咐司机去哪里 甚至连眼睛放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身上好香 这套礼裙也好好看 去苏家 冷冷清清的嗓音 在我耳边响起 我想我应该接过话头 但紧张地想了半天 就憋出来一句 这 这么快就见家长吗 此话一出 我都想呼死我自己 都结婚了 不见家长才奇怪吧 苏乔果然笑了 嘴角的梨窝 几乎看待了我 嗯 带你回家认认人 说完 他拿出手机 低头发起了消息 为避免尴尬 我也打开了手机 结果 被消息轰炸到卡顿 就连我曾经关系最铁 却好久不联系了的兄弟 也发来了消息 梨哥 祝你新婚快乐 梨哥 WOC 兄弟 你终于想开了 我早就跟你说了 他不是个好人 梨哥 你小子深藏不入啊 直接婚礼换新娘 还是苏家大小姐 祝你们长长久久 接着他还发了的大红包 曾经我们志同道合一起创业 梨哥看不惯我对沈家 摆一摆顺的态度 沈家则想要我全部的股份 导致我们的合作破裂了 没想到时至今日 他还惦记着我 我连忙与他寒暄几句 感觉像回到了 从前亲密无见的状态 顿时心情更好了 站在苏家老宅前 我才后知后觉的有些紧张 苏小姐 她微不可查的醋眉 打断了我 叫我瞧瞧就好 明天去领证 领完证你就是我老公了 懂了吗 我愣愣地点了点头 见他要进门 连忙拉住了他 那个 我什么也没准备 这样上门不好吧 文言 他拍了拍手 两个身着黑西装的标形大汉 就拎着一堆东西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 苏乔微微挑眉 主动挽住了我的胳膊 这下可以了吗 我僵硬地点了点头 被他带进了门 出乎预料的是 苏家父母并没有表现出 任何惊讶或反感 而是像普通人家的父母 一样和蔼 这就是顾鸣吧 和乔乔描述的一样 一表人才 难怪他总提起你 苏父朝我点点头 而苏母笑眯眯地招呼我 我不禁看向了苏乔 却发现 他耳根有些红 难道说 他原来就认识我了 自从和苏乔结婚后 原本摆在我面前的难题 都迎刃而解 没了系统的任务 也没了沈家无休止的折磨 我开始享受生活 哟 刚准备叫你出去吃 你都吃完了 正思索该如何讨苏乔开心 我就听到了黎哥的声音 我假装哀怨地叹了一口气 这不是结婚了吗 我老婆非要给我做便当 拦都拦不住 只好勉为其难地吃两口了 他上前丢我两拳 又拉着我出门吃了一顿 谈完合作 黎哥去结了账 回来时 嘴角浮上了冷笑 你猜怎么着 我看到沈家了 这个名字有些时日 没出现在我耳边 如今听到我还愣了一瞬间 想到这个女人的所作所为 我就犯恶心 拉着黎哥叫出门 却正好撞见了 霍奇沈家一行人 沈家穿着一身 我送她的名牌 面色平淡地走在霍奇身边 而霍奇揽着另一个女人 似乎是什么小明星 黎哥想要上前说些什么 我一把拉住她 摇了摇头 我对霍家的报复 已经暗中进行有一段时间了 她家资金链要不了多久 就会出问题 没必要打草惊蛇 谁料霍奇却误以为我怕了她 直接把我们拦住 满脸挑衅 不是吧 见了我就跑 怕我还抢你女人 这话一出 我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一拳打在了她脸上 小明星失声尖叫 而她身边的顽固 只敢虚虚地拦着我 如今的我 他们更惹不起 也只有霍奇会这么没脑子地 招惹棒上苏家的我 等霍奇反应过来 立即冲上来要打我 却被沈家拦了一把 她正愣了一下 接着怒不可遏地 给了沈家一巴掌 碧池 你敢拦我 知不知道 你现在是谁的人 被她的行为刺痛 霍奇开始对沈家拳打脚踢 她恶劣的性子 我是早有耳闻 沈家这个后果 我一点也不意外 不过 沈家刚才也算帮了我一下 我转头是一店老板管一管 她也怕出事 上前把霍奇一行人请了出去 霍奇咒骂着离开了 留沈家一个人 鼻青脸肿地坐在地上 相当凄惨 毕竟相识多年 离哥愁愁了一下 还是上前询问 没事吧 需要我们送你去医院吗 沈家却狠狠甩开她递过来的手 冷冷看向我 所以如今你已经不需要我了 这话一出 我握紧了拳头 她怎么好意思跟我说这种话 婚礼当天 她选择跟别人逃婚 现在说什么 我不需要要她了 我瞬间怒火中烧 再待下去 怕自己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 我拔腿就走 顾鸣 你当我不知道你的系统吗 虽然早有猜测 但听到她提起系统 我还是心里一沉 顿住了脚步 所以呢 这就是你背叛了我们十年感情的理由 我是为了完成系统的任务攻略了她 可她也一直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我所有的付出 这十年她一旦有一点不顺心 就会折磨我 仗着我对她的喜欢 把我当初挥之急来 招之急去的宠物 难道就因为系统的存在 她就能把自己定义成受害者了 沈家却没有一点反思的意思 反而恨恨地盯着我 这都是你逼我的 多说无意 我冷笑一声转身离开 心中不爽 我直接开始了对霍家的侵犯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为了快速解决掉她家 我开始早出晚归 苏乔很快觉察到了 饭桌上不经意地询问我 霍家实在有些不识相 对吗 我敷衍地点头 思索着 下一步骑下在哪里 谁知第二天 霍家就宣告了破产 吩咐手下的人 做好收尾工作 我开车回了家 宝 宝贝 霍家 有些磕磕绊绊地开了口 我不仅有些脸红 虽然我们结婚有些日子了 但因为缺乏相处 我还是不习惯用太起你的称呼叫她 她放下报表 向我走来 是我出的手 怎么了 苏乔今日似乎要参加什么隆重的宴会 一袭绝美红裙 完美勾勒出她 曼妙的身材 美到令人呼吸一致 她越走越近 魅惑的香水味 萦绕在我鼻尖 我慌乱地避过视线 有些紧张 心里又有些不舒服 如果可以 我更希望可以一个人欣赏她今日的装扮 但我深知 我们还没有熟到那种程度 贸然给出建议 也只会让她感到不适 胡思乱想着 我摇了摇头 没什么 那个 多谢了哈 她却轻轻一笑 突然用手勾住了我的脖子 我不对他们不出手的话 你什么时候 能有时间对我出手吗 抱住了怀中作乱的美人 我嗓子发紧 这谁顶得住 再不上 就不是男人了 夜晚 被电话铃声吵醒 我费力地从被窝爬起来 喂 明哥 求您高抬贵手 放货家一马 我保证再也不对您造次了 获起焦急的求饶声不断传来 很难把那个嚣张的顽固 和现在电话里 就差跪下求饶的人联系到一起 我把手机拿远了些 等那边磕头的声音传来 才吃笑一声 晚了 倘若当初你没做出那么恶心的事情 我说不定还会饶你一马 在婚礼当众抢婚 倘若不是苏乔 我现在怎么可能安然无恙 我可不是圣人 正准备挂断时 那边却传来了沈家的哭叫声 求你别打了 别打了我了 哎呀 霍起的声音逐渐癫狂 破罐子破摔 顾明 你不是很爱他吗 放了霍家 不然我就打死他 说着 他把电话放在了沈家嘴边 求你了 哎呀 顾明 他要打死我了 来霍家救救我 求求你 惨叫声震得我耳膜疼 我忍不住把手机再次拿远 去吧 毕竟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一愣 对上了苏乔清醒的眼眸 虽然我本人非常不想去 但为了在苏乔面前 装出一个好男人的样子 只能离开了分外舒适的被窝 温软不在怀 我咬牙切齿地带着苏家的十几个保镖来到了霍家 一进门 霍家一大家子人毕恭毕敬地迎上来 给出好些好处 求我高抬贵手 我可有可恶地点了头 指了他家老二霍阳做继承人 让他们把霍企当废子丢弃 谈好一切后 在这霍企恨到要低血的眼神下 霍家把被打得断了两根肋骨 头破血流的沈家浇了出来 在我吩咐保镖送他去医院的过程中 他一直半死不活地垂着头 直到保镖把他放在单架上 沈家才抬眼看我 嘴角挂着病态地笑 你当苏乔是爱你吗 不 你也只是他的攻略对象而已 你们两个骗子 真是天生一对 不是没有怀疑过 为什么一切都像美梦一样不真实 在听了他这句话后 我反而有了一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我脑袋嗡嗡作响 后知后觉地难受到了极点 原来他不爱我啊 截断点 注视着沈家上扬的嘴角 我如梗在喉 你都知道些什么 把一切都告诉我 他却把头偏向了另一边 拒不回答 我吃笑一声 示意保镖把他放下 既然如此 这必你自己治吧 沈家却仍一言不发 我的耐心告捷 转身走出几步 却被他叫住 顾鸣 倘若我对你好无用处 你原来还会对我那么好吗 我冷冷地注视着他 把一切都挑明 或许 你搞错了什么 一直以来攻略目标 我都可以随时更换 我曾经坚定不移地 在每个可攻略目标出现时 都选择了你 沈家愣住了 紧接着 眼泪从他眼眶里不断滑落 见他这副模样 我心中也大概知道 他为什么会不断试探我的底线 但木已成舟 任凭他再悔恨 我如今也不会对他有一丝怜悯 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 离开了霍家后 我收到了沈家发来的消息 永远不要说爱他 不然你就会永远失去他 我心里一沉 因为让攻略目标说爱自己 就是系统颁布的第一个任务 看到这里 我能确定 沈家确实如他自己所说一样 能听到系统的声音 但我只是点开了他的头像 拉黑删除 无论如何 那都是我和苏乔的事情 和他半点关系也没有 只是回家后 看到苏乔强撑着睡意 也要等我回来的样子 我一阵恍惚 他现在的等候 是出于真心 还是只是系统颁布的任务呢 但注意到 他看到我十眼前一亮 我还是不可抑制的心中意软 怎么不在卧室里等着 他瞪大了眼睛 满脸无辜 你这是不想一进门就看到我吗 我摇了摇头 心中苦涩 或许是对我欺骗过沈家感情的报应 面对苏乔时 我不可避免地 变得患得患失起来 真不明白 你在纠结什么 别喝了 黎哥夺过我手中的酒杯 嘴里碎碎念着什么 我只能感受到 胃部传来的疼痛 趴在酒桌上 听黎哥跟什么人打着电话 却无法听清内容 不多一会儿 包厢的门被打开 苏乔出现在了我面前 为什么要叫他来呢 女人不是都最讨厌 男人喝得最熏熏的了吗 更何况 我这还不是因为业务醉的酒 但出乎我的意料 苏乔并没有像沈家那样 对我口出恶言 而是在向黎哥道谢后 与他一起扶起了我 在睁开眼时 我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苏乔已经坐在 看护的位置上睡着了 眼下一片青子 我从未见过他这副样子 豪门名媛 总是以最完美的姿态 出现在人前 一想到 他是因为我才露出一丝狼狈 我扭曲地从里面获得了开心 正想抚摸上他的发丝 苏乔就醒了过来 他第一时间没有关注自己 而是关切地问我 胃还痛不痛 我摇了摇头 就看他从保温箱里 拿出了小米粥 吹凉一勺 放在了我嘴边 吃些清淡的吧 医生可是吩咐 我要好好养养你的胃 对上他期待的眼神 我咽下来了一勺 的确舒服了不少 他还要胃 我去摇了摇头 你不用做这些的 叫护工来就好 苏乔善善地放下了手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 是我有哪里做得不够好吗 当然不是 大小姐洗手做羹汤 我荣幸还来不及呢 我打起精神敷衍了几句 岔开了话题 怎么会呢 今晚不是还有家宴吗 让人去办出院吧 他眼神落寞 强称笑意应了一声吼 这次家宴是特意为我准备的 当初结婚过于仓促 苏家在全世界各地的成员赶不回来 于是准备这次家宴 正式把我介绍给苏家人 但他们却并没有苏父苏母那样好说话 眼底的不屑掩饰的并不算高明 在餐桌上 注意我一直没有饮酒后 苏乔的表哥吃笑一声 咱家的新女婿谱还挺大 这时等着我们敬你呢 我一愣 正思索该如何化解 苏乔清冷的声音就响起了 他生病了 不便饮酒 表哥 我敬你一杯 他哪敢让苏家正排继承人敬酒 连忙表示说错话了 自罚三杯 而苏父苏母 则关切地询问我生病严不严重 这篇算就结果了 可偏偏还有其他都不长颜色的 哪壶不开提哪壶 哎 咱们堂堂苏家大小间 连个正经婚礼也没有 苏乔沉下了脸 冷力的眼神 一一扫过附和着的人 这话我只说一次 顾明是我选中的丈夫 不尊重他的人 以后不必踏入这个家门了 我愣住了 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维护我 而苏父苏母 也只是微笑着默认 这下无论众人怎么想 也只敢对我溜须拍马 用完餐回到家里 入目是极其浪漫的新型蜡烛 苏乔笑笑 弯腰捡起了玄关的鲜花 这些我很快就说说好 所以 他原本是要向我求婚 或者是要准备个浪漫的仪式 看着他慌乱的动作 我不禁发问 为什么 他抿了抿嘴 装作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当初我们结婚时 我没给你其他选项 现在想想 你可能只是不得不娶的我 所以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撒谎 这明明是系统布置的告白任务 我的眼眶涌上一股酸涩 却点了点头 我愿意 这是真心话 我要走了 去A国 沈家头上包着纱布 出现在我面前时 我差点没认出来 曾经名牌大学毕业的校花 好像老了十几岁 他身上穿着不合时宜的厚衣服 嘴唇灰白 沈家一瘸一拐 把清单摆在我的办公桌上 这我欠你的 二百多万 下半辈子 我会想尽办法还给你的 上面写满了这些年 我花在他身上的钱 我只扫了一眼 就推开了 不需要 只要你不再出现在我面前就行 他眼底充满了痛苦 深深看了我一眼 要的 说着 他缓慢地走了出去 我叹了口气 也没了工作的心思 下班后 苏乔已经做好了饭 笑盈盈地看着我 不知为何 我总感觉氛围有些奇怪 顶着苏乔审视的眼光 扒了几口饭 那个 我吃好了 从椅子上站起时 我却感到一阵血运 头重脚轻栽了过去 再睁开眼 入目还是苏乔笑着的脸 我却躺在床上 浑身酸软 没了力气 乔乔 你这是做什么 他脸上的笑容却淡了 所答非问 有人跟我说 你今天见了沈家 这话听得我一个头两个大 所以 他这是因为我见了前女友 把我囚禁了 你们豪门都玩得这么刺激吗 但看他暗淡的神色 我还是费了好大力气 才握住他的手 听我解释 他只是来向我告别的 苏乔点了点头 脸色却没有一点好转 所以 你还爱着他 这怎么可能呢 要不是 我现在一点力气没有 我真想举起手来 对天发誓 我早就不爱他了 从婚礼那天起 我爱的人只有 我却突然想起了沈家的话 永远不要说爱他 不然你就会永远失去他 苏乔的眼眸 因为我迟迟不说出他的名字 而逐渐暗淡 可我却很难说出口 怪不得他会做出这种 根本不合逻辑的事情 是系统交给他的任务 只剩下这个了吧 倘若我开了这个口 他还会选择做我的妻子吗 显然不会 毕竟我只是个很普通的人 而她是我可望不可及的女神 不如索性不开口 等他逆了更换目标之前 还能相处一段时间 这样想着 似乎被他囚禁也不错 我朝他笑笑 保证我对沈家 一点心思也没有 苏乔麻木地点了点头 夜晚 我难以入睡 盯着天花板发呆 却听到苏乔呼吸变得急促 心中一惊 我连忙查看他的状况 却发现 他已经泪流满面 一切的一切 都被我抛到了脑后 我哪里还在乎什么系统 只搂紧了他 在他耳边呢喃 我爱你 别哭 我爱的人是你 哪怕你 只是利用我完成任务 我也爱你 十年后 我再提起了那个夜晚 却被苏乔捶了一通 他瞪着我 眼角竟是风情 我怎么可能是用完了就扔的那种人 我坏笑着搂住他 真的 他晃了晃拳头 却被我用手包住 我装模作样的叹息 感叹着他变得不爱我了 在得到一个相吻后 才问出那个 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 所以 你为什么那么着急 完成最后一个任务 他用手指 对了对我不存在的腹肌 你说呢 我茫然地摇了摇头 只觉得痒 哼哼半天 他才开了口 你不知道 你差点都胃癌吗 要不是兑换的及时 你早嘎了 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我忍不住抱住了苏乔 这一刻 我希望是天荒地老 我希望是天荒地老